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礼拜五 是今天这一周的最后一天对不对 那今天整个台股走势还算不错 那一样我们会来继续帮大家解答 股市中任何的问题 那你只有在下面 在我们节目下面有做留言的 我们都会选到你的答案 选到你的题目来帮你做回答 那小编我们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先帮我们整理一下 有朋友在前天的节目下面在问说 那个长荣多少元才是买点 然后也有人问说明泰的成本在29块 而且因为基本面好 所以4月下跌没有卖掉 那最近没有量也弱势 那还可以继续报吗 长荣对不对 那长荣我看一下长荣现在是什么状况 长荣多少钱可以买 这个问题我觉得你问的有点不对 长荣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才可以买 这样比较明确比较确实一点 你会看到现在长荣在什么地方 现在这个地方在142块142.5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好像马上又要掉下来了 那现在最近有没有人在下面做买进 现在下面没有人做买进了 尤其是个今天你看这个最近一直在做下跌对不对 然后出现什么出现这个反弹之后怎么样呢 反弹非常的弱 尤其这一两天反弹非常的弱 而且你会看到K线很小就告诉你已经告诉你反弹很弱 再来是什么下面 昨天是多少张昨天25000张都不到 今天更少了今天只有1万张 所以根本没有人在玩长荣 跟以前完全天长之别 你看到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 三月中的时候涨上去 涨到这179.5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怎么样 这个地方居然还有十几万张对不对 那今天今天居然只剩下一万张 那现在是不是很好的买进点 当然不是 所以当然不是 要等到什么样的时机我们才能去做买进 回档回下来 这个地方就告诉你这条线是143块 回下来到143块的时候 当我们还要发现什么 还要发现开始有人进场 在下面开始做买进 而且跌到143块 这条线必须要什么要止跌 这两个条件 我们才考虑说这个时机点 是能够进去做买进的 而不是说到底多少钱能够做买进 你现在如果现在也能做买进 但你现在买进可能就怎么样 人家等很久对不对 可能会小超然后等很久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掉 所以一定要跳到一个好时机 我们来去做买进 那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明太对不对 成本在29块 明太我看一下 明太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边讲说现在基本面好对不对 我现在就特别来跟你聊 这个基本面的问题 我们跟这位朋友来聊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听一下 现在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这篇新闻是什么 这个是2022年 讲错了 这个时间打错 2022年5月25号的时候 这是什么台华董事长讲什么 讲说两年之内没有风险 去买长荣没有风险 讲说什么 投资长荣扬名还是会大赚 两年内都绝对没问题 然后是什么 从美股净值 佩币本益比来看 投资长荣跟扬名两年之内都是低风险 那现在回头过来看 他讲的话是对还是不对 小编你觉得他讲的对吗 长荣是不是大跌 对啊 是不是大跌 乱讲话 待会再看一下这个图你就知道 这个另外一个这个6月9号这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6月9号的时候 2022年啊 这个忘记改了 2022年6月9号的新闻 大家可以去找经济日报 讲什么 讲说长荣啊 5月营收啊 写的写下次高啊 然后呢 5月营收584.64亿元啊 年增69.7 当时6月9号的新闻 2022年去年的时候 然后讲说什么 展望第二季啊 全球的海运市场啊 总体都很好啊 预期2022年市场啊将怎么样 高位震荡为主 然后呢还是怎么样 还化什么 这些反正业绩都会跟着受惠 看一下这个图是怎么样 6月9号 6月9号我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天特别跟大家讲 现在长荣非常危险 然后隔两天开始崩盘 市场上没有人啊 是我像我一样警告大家 是我是市场上唯一一个警告大家的 当时所有分析师都在告诉你说 长荣业绩非常好 就跟这些新闻报道 他们的口径是一致的 只有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提早跟大家讲 我就已经讲了 好你可以看到前面我上面画两个箭头 我当时也是这样画的 从哪里开始涨 从这个大概134块涨到100 133几块涨到155块 然后开始怎么样 第一个箭头写率是比较写 再来到5月中快要6月的时候 开始你看到箭头是怎么样 横向横向整理了 这叫什么 由强势顺势上涨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弱势涨不上 然后突然6月9号的时候跳空往下 这非常危险的就已经暗示我们这个盘势不对了 再来是什么 6月9号的时候有没有量进去买 一样是没有量 那你就可以看到从什么 155跌到哪里 这边79点几 最后还到78.5 然后减资就了整个股价 那我相信减资基本上你也是亏损的 因为他当时按照这个当时的价钱减资给你 退给你 你也是强制被亏损被停损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什么样去买 这个基本面是不是一样都是很好的 那这位朋友问我们说基本面很好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继续续报 那我就这边就要跟你讲 那我这案例已经举给你了 好那明太现在是什么 多空交代现在这里 大概在34点几的快要35的地方 我帮大家画出来在这个地方 好这个位置都是我精挑细选 告诉我去看过的 你看为什么第一次这边 这边4月中的时候跌下来 跌到这个地方 你看就开始跌不下留下下影线 然后又开始往下跌对不对 好一样跟长荣的状态一样 这边连续两天反弹 今天稍微转强 但是一样上面压力 还是上面套牢的人非常多 尤其这边连续4天都出大量 在这个地方 连续4天出大量 都在这边甚至有到1万张 然后你看今天为什么涨上来之后 转强对不对 涨上来之后又流上影线 就是这些人开始在做解套了 而且怎么样实际上 实际上怎么样 很多人套牢还是不愿意买 你看今天成交量才1909 也没有人愿意进场来接 所以现在这个你说你成本在29 29块在这个地方 在这条线之下对不对 这边是30块 其实你如果是早一点 尤其是跟你讲下一次怎么样 下一次涨上来之后 跌破前一天的开盘价 尤其他已经这一次大英K线 跌破几天了 12345678910 连续10天的涨 直接一天就全部跌掉了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赶快出场 盘中就要赶快出场了 尤其是这边是转折往上 再重新再上涨 这边上涨之后然后横盘 这边转折再往上 这个地方跌破 一定要出场好不好 尤其这种上涨非常的危险 现在你就算现在出场 其实也没关系 你还是赚钱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有些朋友 是买在上面的 那就比较可能要做一个停损的动作了 未来什么时候要继续 才能往上涨 就像你讲的一样 现在没有人在玩了 现在既然已经没有人在玩了 我们赶快先出场 如果你已经赚钱了赶快出来 把这个你的资金换到其他个股上 也不会浪费时间 时间是有时间成本的 好那这个是刚常我们看过了 按错了 好那小编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要问老师 PCB族群最近好像开始发动了 然后还有星星南电 老师之前有提过 是不是现在可以开始买了 或是有没有其他可以关注的个股 星星南电 我们来看一下 南电 这个今天的新闻 今天讲什么 2023年 下这个获利还是下探 近两年的新低 但是基本上开始一些外资 开始看好了 讲说2025年会开始 这个 开始需求会持续的增加 所以维持什么 这个平等还是维持 叫你增加持股 这是外资的看法 投股的投股法人的一些看法 那另外还有讲什么 主要是因为什么 主要就是因为 英特尔伺服器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AI AI伺服器的部分 都会需要持续在用 然后这个持续 新的CPU进来的时候 需不需要新的载版 都会需要 所以基本上还是会做成长的 只是说这一段时间 比较不好 这段时间比较不好 那现在 是不是开始要往上涨了 那其实 之前跟大家讲 载版三雄对不对 哪一个最弱 就是紧缩 所以今天紧缩 我们就不讲了 那南电跟清新 其实都还不错 你可以看到南电是什么 多风交战现在上面 现在是在 他这条线下面 开始做波动盘子 这边是最上缘 只要突破了之后 就是怎么样 开始点火要往上做上攻了 现在离这条线 是不是非常近 离已经很近了 我相信他能够马上攻上去 能够马上攻上去 因为什么 因为你下面这条线 有没有话 你看到这个 是一个往上的趋势 价位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所以是 现在开始进去做布局 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个买点 再来是新兴 新兴已经怎么样涨上去了 但是怎么多风交战线 其实还在再高一点 基本上已经到了 准备要往上做突破了 所以我跟你讲 我跟大家讲 现在整个这个买点 都非常的不错 尤其新兴上一次跟大家讲的时候 还在这个地方 开始做突破 对不对 那时候我还记得 在这个地方开始做突破 然后开始就一路的 这几天都一路的往上做上涨 那现在这些大量慢慢都已经消化完毕 尤其今天的价位已经 你看连这个三月份的这个价高 这个大量也都已经消化完毕了 虽然现在基本上买进去都会变成是助力 所以现在新兴是比南电走的更早一点 那如果要进去做布局的话 南电就比较贵嘛 对不对 南电要快要300块 那新兴的部分 新兴是大概150几块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 我都认为还不错 都能够进去做布局 那还有一档股票是 这个没办法跟大家讲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们会员的权利 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什么股票 它也是下面盘整非常久的时间 然后在三月份的时候 在这边要开始往上做上涨了 往上做上涨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稍微做横盘 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2022年6月的时候 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做崩跌 有点像是长荣 那个时候就是整个股市都做崩盘 对不对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的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然后它就是涨上来之后 在这边稍微做休息横盘 然后重新做回档 然后你可以在最近开始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整理区域 而且是在多空间线之上 那大量位下面 其实有一些大量位在这个地方 尤其今天又大量又进来了 把价位直接 你看这只羊可以多大 直接把它往上做推升 涨的力道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直接也要进入这个 重新进回去这个横盘 这个上高档的横盘区域 会不会继续挑战 这个2022年6月的高位 我跟你讲机会成功非常非常的大 为什么你看到从1月份开始 3月份然后到4月份 其实它也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然后接下来要往上涨 尤其今天已经表态了 大量进来了 然后往上做突破 这叫带量突破 带量突破应该都有听过吧 然后现在继续往上涨 尾盘那时候 虽然说有稍微留一点点的上影线 基本上那些都不构成威胁 而上影线这么短 根本就不成威胁 所以下个礼拜还有机会 继续往上做上工 下个礼拜都还有机会 那要怎么样 才能跟上我们一起操作 那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最近有个母亲节方案 我待会跟大家介绍 那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你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赶快来跟我们下面做留言 那我会帮你做解答 会帮你解析 你手上有问你的股票 帮你做一个解惑好不好 那也记得帮我们按赞做分享 那这个节目 最后跟大家一样按照惯例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盘前 有讲了些什么 好这个是早盘盘前的时候 我们在TG跟LINE上面 有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最重要这个重点 我帮大家圈起来了 好我讲说什么 会平盘附近做震荡 今天是不是走平盘附近做震荡 这所有的事情 市场上今天谁告诉你 一开盘之前会告诉你说 今天会在平盘附近做震荡 只有我跟大家这样讲 那是不是我预测是对的 有些人又在喊 又在喊说什么要看到哪里去 或者是又跟你讲说现在崩盘 那我就今天就很明确 盘前就告诉大家 今天会在平盘附近做震荡 为什么 因为其实昨天美国 继续下跌对不对 但是台积电反而很强 那现在这个就不是要大跌的节奏 对不对 我也跟大家一直在说 这一段期间 不会马上做大跌的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个 开盘跳空是往上18点 然后是不是高低震荡 然后最后在平盘这边做震荡 是不是就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看到今天这个 其实实体实体的部分只有一点 基本上 基本上也没有实体了 然后上下做震荡 留下这个上引线跟下引线 而且上引线下引线还差不多长 这就很厉害了 这叫什么 我跟大家讲说 如果今天 维持在15500点之上 我们早盘有讲 维持在15500点之上怎么样 对整个走势来说是比较好的 对整个走势会比较好的 来看一下这边 维持在15500点之上 然后这样子的话台股才有机会 重新攻回16000 那基本上今天这个叫做停顿休息 叫做停顿休息 你也看到这个成交量也稍微下降一些 成交量也稍微下降 那我跟你讲下周其实 只要开始又往上涨的话 它现在不是要下跌 已经连续跌了三四天跌不下了 15500点 这叫什么多空交代位置 已经跌不下了 这样子只要跌不下 下个礼拜就有机会怎么样 开始往上做上攻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 我们那个家族成员的这个股票 我们这样股票有可能就会突破 近期的这个高点 然后持续的往上做上攻了 所以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母亲节对不对 母亲节赶快 这个别人不敢买股票的时候 只有我们来 我们敢买进 尤其是我相信在上个礼拜 很多人也知道 我们买了什么 91APP 我们买了美食 其他人都不敢买股票 只有我们敢买 91APP现在赚了20几%了 然后美食今天也是继续往上涨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活动只有到什么 到520就结束了 真的是特别优惠活动 只给我们这个长期在看我们朋友 长期在追踪我们的朋友 那我相信这一次的活动 一定能够帮助你 能够在这个市场上 很轻松的赚到钱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 那要怎么来了解呢 我们这个影片下方有个连结 你可以马上的来了解这个活动 那下周的节目 会继续告诉大家 这个整个盘式到底会怎么变化 那我会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